好 各位好 讲到回到我们个股的分析 你看我们讲大盘讲到这边 好 你就发现我们上个礼拜卖股票 卖的时间还刚刚好 我在卖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在抱怨 老师啊 你卖这么草干嘛 卖了以后看到的自操 今天还在创新高 毅力也在赚啊 连我帽我停损的 卖掉第二天还在涨 那与其如此干脆不要卖 我说有时候卖是一种艺术 你卖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 哪边是高点 所以你不要因为来到天花板了 因为来到目标价了 所以我卖 不要这样想 你不如告诉自己 我赚够了 我来卖 我觉得这一点啊 这个心态会比你达到目标价来卖 好太多了 好 同样一句话 昨天跟你讲 今天我再提一次 卖掉的股票就像分手的 分手的朋友 为什么 我这样讲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自操 好 自操 很多人会问 老师 你卖掉 卖掉它还在创新高 今天自操创新高耶 今天自操它创新高 我说过 这两个股票我们卖掉之后 卖掉的股票 就像已经分手的 已经分手的男女朋友 就像前妻前夫一样 分手没关系 我还是希望它过得好 它过得好 我们将来有机会 可以再去前缘嘛 对不对 坦白说 自操今天盘装的时候 还真的蛮想买回来的 看到它 准备要往上的时候 人都会有的